这里的学生不用读书学习 除了吃喝玩乐之外 每天的任务就是将护脸霜涂到脸上 对着监控把脸洗干净 直到绿灯亮起才算通过 一旦错过了洗脸时间 红灯就会亮起出发警报 无论女孩怎样解释 都会被警卫强行拖走 再也回不来了 转眼过去了16年 女孩们也长成了大姑娘 多年来 教官都会给她们进行洗脑 并且给她们看洗脑视频 即使电脑出了故障 也一定要等到下课才能离开 教官还告诉她们 外面的世界已经沦陷 空气中有着剧毒的气体 为此 每天睡觉前都要服用一种维生素 这样才能确保身体健康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们会不断搬到更高的楼层 这也意味着她们即将毕业 到时候就会被富豪收养 除了小雅之外 每个人都特别高兴 这种日子她们已经过腻了 最兴奋的就是小美 因为她是这里表现最好的 然而第二天 小雅就找到小美 非常警惕地告诉她 晚上不要再吃维生素了 小美听后一脸疑惑 小雅刚想解释时 另一个同学却走了进来 她只好把话给压了回去 小美此刻半信半疑 到了定时服药时间 她假装把药片吞下 接着偷偷跑到卫生间 把药片吐进了马桶里 但很快她就后悔了 因为这样做违背了校规 她觉得很懊悔 晚上休息的时候 小美和往常一样跟同学说晚安 可对方却没有回应 就在这时 小雅起来告诉她 这些人是不会醒来的 因为他们吃下的维生素 其实就是强力的安眠药 此时的小美还不相信 小雅见证刚想说出真相 结果外面传来了动静 小雅立即让她快点装睡 说完便飞速跑回自己床上 假装睡了过去 这时教官带着警卫走了进来 在教官的命令下 警卫扛走了小美和另一个女孩 两个女孩被警卫带到了一间密室 接着教官带进来一对老年夫妇 教官像卖东西一样 介绍着两个女孩 老头看着美丽的小美 口水都流了一滴 而老太婆则从向镜子前 不停地惋惜自己的老脸 最终他们选定了另一个女孩 小美则被重新扛回房间 同时小美意识到 这所学校里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间学校太恐怖 每天训练女孩洗脸 将她们养得白白胖胖 长大后就以高价将她们卖掉 小美得知这个消息后 打算与小雅逃离这里 万万没想到 小雅说出了更可怕的真相 原来小雅在13岁时就开始没吃卫生素了 在这三年时间里 她发现这里有四个班级 晚上她们睡觉的时候 就会有其他女孩出来活动 每天都会这样交替进行 但中间有一个时间段 所有人都在睡觉 这是她们逃出去的唯一机会 但前提是 必须得有一张门禁卡 因为那个时候的大门会被锁死 小美提议把真相告诉其他人 可却被小雅当场拒绝 她怕这样做会打草惊蛇 然而她俩的异常举动 很快引起了同学的注意 同学早就看不惯小美了 现在又发现她们像是在隐瞒着什么 这正是一次报复的机会 于是拿起电话通知了教官 很快教官来到宿舍 将不知情的小美强行带了出去 直接把她关进了铁笼里 小美很是害怕 她害怕计划会就此暴露 到了晚上 小雅把床单做成绳子 趁保安过来为所入睡的女孩时 从身后进行偷袭 用床单将保安牢牢勒勒住 然而保安人高马大 小雅的计划并没有成功 反而被保安一把掐住脖子 小雅奋力地挣扎 却被保安一拳打倒在地 见小雅一动不动 保安连忙上前查看 小雅趁机抓起地上的探头 狠狠地将她砸晕过去 小雅迅速翻出门禁卡 刚想把小美救出来 可就在这时 警报却突然响起 为了不连累小美 小雅只好先行离开 第二天 所有女孩被聚集到一起 小美也被放了出来 教官告诉他们 昨晚小雅想要逃跑 被当场抓住 但搜遍了她的全身 都没有找到门禁卡 因此怀疑 她藏在了同伙身上 如果不把门禁卡交出来的话 那将随机惩罚 他们之中的一个 直到找到门禁卡为止 这个校长太狠毒了 逼迫所有学生服下安眠药 在教官的监督下 小美无计可施 只好硬着头皮把药吞下 药效很快生效 她变得浑浑噩噩的 为了保持清醒 她用发卡不断地 就在她失落之际 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用卡片拧开螺丝 接着把门给卸了下来 随后她从宿舍逃了出来 因为药物作用 不小心发出了声响 教官听到动静后 从柜子里拿出一支镇定剂防身 随后小美走进来 向教官询问小雅的下落 看着激动的小美 教官拿出了镇定剂 小美只好抄起台灯 将教官打倒在地 接着把镇定剂注射进教官体内 小美拿着教官的门禁卡 一路畅通无阻 此刻她可以悄悄离开这里 但她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先救出小雅 再一起逃离这个地狱 接着她来到了最底层 从铁笼中把小雅救了出来 两人误打误撞进入了一个密室 这里摆放着三具尸体 上面写着的名字 正是之前突然消失的女孩 两人颤抖着打开袋子查看 接下来的一幕 差点把她们吓哭 原来这些女孩 都被残忍地割去了脸皮 这时小美无意间看到一段录像 原来外面根本没有世界默认 这里也不是什么避难所 而是为妇人服务的换脸基地 她们把女孩关起来 就是不让她们的脸受到日晒雨淋 直到真相的小美只想尽快离开这里 但善良的小雅却想把其他女孩也救出来 无论小美如何阻止 小雅还是把所有人召集在一起 向她们说出了真相 可女孩根本不信 有人还准备去叫保安 就在这时 小美把教官拖了过来 她一把扒开教官的头发 上面有着一条缝合线 原来教官的脸也是换别人的 真相女孩们终于相信了 她们一起把教官关进铁笼 做完一切后 小美带着众人向出口跑去 可万万没想到 她们刚把门打开 警报就响了起来 女孩们连忙向外逃去 但很快就被警卫追上 慌乱中 小美和小雅躲进了一个房间 这时校长走过来游说 想用谎言继续蒙骗她们 听到这话 小美邪魅一笑 举起手中的手术刀 往脸上使劲地滑了下去 小长此刻的心都碎了 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这里 第二天 房间的门被撞开 原来是警察闻讯赶来 将两人救了出来 看着从未见过的太阳 两人既兴奋也害怕 因为外面的世界 也许会有更多的未知 但同时他们也艰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关注猫居 我们下期再见